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本周将力推女性的堕胎权 民主党人深信这项议题是前总统川普在10月大选中的政治要害 拜登竞选团队面对堕胎权议题 将贺锦丽推上第一线以传递以下信息 若共和党的川普卷土重来 她将进一步限制堕胎权 贺锦丽明天将往威斯康辛州就此议题展开全国巡回演讲 近年罗素韦德案将堕胎合法化的历史性裁决第51周年 2022年倾向保守的最高法院推翻了相关的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目前九位大法官当中有三位是川普提名的 拜登与贺锦丽预定23日在维基尼亚州就此议题举行大型集会 这是两人首度在2024年竞选活动中联合亮相 第一夫人杰尔·拜登和贺锦丽的丈夫 美国第二先生任德龙也将与会 川普一再吹嘘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受联邦保障的堕胎权 正应该归功于他 而拜登的竞选团队则越来越相信 此一议题将有利拜登选情 根据纽约时报追踪报道 自最高法院推翻有关堕胎权的裁决以来 美国已有14周全面禁止堕胎 另外有7周则已认证时间来限制是否能堕胎